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提出了这样一种解决的思路 比如说还是我今天下午打篮球 这个下午跟什么出现的一个频率是比较高的 跟今天吧 就是说我今天下午打篮球 下午跟今天它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呢 它跟我就没连在一起吧 也就是说啊 这个下午跟这个今天走得更近 而这个我呢跟今天这个下午走得更远吧 因为啊我跟这个下午中间隔了一个今天吧 所以说啊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假设呢咱们下一个词 它的出现啊只依赖于前面的一个词 咱们做这个假设啊 并不是平白无故 为了缩减咱们的一个参数 缩减咱们一个空间 咱们指定了这样一个模型 而是呢在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下当中啊 你说一个词 嗯它通常啊就跟前一个或者是前两个 前三个它比较相关 而跟它前前七个前八个 可能啊它就有点不着边了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啊 先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一个词出现跟前面它的一个词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还是啊对于PS一句话出现的一个概率 首先呢比如说我啊 PWE表示我出现的一个概率 然后呢P在WE在我出现的情况下啊 今天又出现的一个概率 然后呢咱们这个就是像我之前也说的啊 咱们W1W2W3 W1W2啊一直到咱们前面所有词 刚才给大家说了它有一个问题吧 那现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语言模型 PS等于什么 我们来看 嗯它的每一个出现啊 假设我只依赖于前两个词 在这里我啊 然后今天然后打篮球 可能后面还有一些话 每一个词啊它的出现 都是依赖于前面的两个词吧 在这里我们来看 每一个词出现都是前面两个词 另一个词出现也是前面的两个词 在这里呢当咱们指定好了 它在前咱们下一个词出现 依赖于前两个词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我们来想一想 数据就没那么稀疏了吧 因为咱们只是两看前面两个词 参数空间呢也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说啊在咱们实际的当中 我们并不指定啊咱们一句话 跟前面所有都相关 通常啊我们管这个东西 叫做一个ngram模型 ngram的意思啊就是说 你指定了n等于1 就相当于是跟前面一个词相关 你指定了n等于2 就相当于是跟前面两个词来相关 这里呢我们来举这样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啊 我先在原始的一个语调库当中 统计了一下 咱们要说一句话啊 在每一句话当中 每一个词在咱们语调库当中啊 出现的一个次数 比如说就这样一个词 I want to eat Chinese food 然后呢后面比如说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词 那对于这样的词来说啊 每一个词是不是 它都有出现的一个次数啊 我们是统计了这样一个评数 统计完了这样一个评数之后啊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矩阵 现在我们是做了一个ngram啊 这个n值等于1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词只跟前面的一个词是相关的 然后呢对于这个语调来说啊 我们来看 第一个词来说 它前面的一个词啊 它是只有I want to eat Chinese food 然后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词 那么它的一个行和列都是这些词吧 那我为什么说你这个n等于越大的时候 你的空间会越稀疏呢 对于个n等于1来说 它都是一个词吧 那对于这个n等于2来说呢 两个词的时候 是不是说 它有两个两个组合了 I want是一个词 I want是一个词 I want to is一个词 To eat是一个词啊 每两个词两个词组合 或者是to spend啊 to lunch啊 每一个to后面都可以加一堆词吧 这样咱们的一个行 是不是就是就变成n方了 列也变成n方了 所以说啊 它会更稀疏一些 那么越稀疏呢 咱们要指定的参数也越多了吧 那咱们现在来说啊 就是n等于1的时候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我就统计了一下 比如说 我第一个词是I 然后呢 下一个词啊 就是I后面 接着I的一个 出现的一个 次数是有5次 I后面接want是有 8到27次 I后面接to是有0次 接it接chinese 都分别有多少次 然后呢 下面还是一样 want后面这个词啊 接i的次数啊 接to的次数啊 接it的次数啊 都是指定了 这样一个次数 那现在啊 我就要算这样一个值吧 哎 我想算的是一个 我们看啊 刚才指定语言模型 是不是说 第一个词 我出现I 然后呢 用第一次词啊 出现I 然后乘上第二次 出现want的一个概率啊 这块少写了一个啊 等于了一个 我们第一个词 出现一个I 它的一个概率 那这里啊 是不是我就要 一点一点去算了 我第一个词 出现什么 以及呢 我第一 比如说 我这个I 后面接want 它的一个概率 I 后面接want 它的一个概率值 那这样一个概率值 怎么算啊 咱们刚才 是不是指定了指边 咱们可以用 出现的次数去算 比如说啊 在这里 咱们I这个词啊 总共出现了多少次 总共有2533次 那对于这个2533次来说啊 它后面就是可能接任何词吧 那它接want 出现的一个概率是多大呢 接want 出现的一个概率是827吧 其他所有的啊 可能是有一个总和啊 其他所有的咱们不关心 咱们只关心啊 它后面出现want的一个概率 那是不是2533啊 在就是用这个827 再比上这个2533啊 它就约等于这个0.33啊 约等于这样一个值 那比如说 你再想算一个值吧 再想算一个eat这个值 eat这个值啊 我们来看 在咱们这个i后面 接这样一个eat等于什么 eat一共出现了9次 那你只能用这个9 再比上这样一个2533 它就会啊 是非常小的一个值 那么通过啊 咱们求它的一个次数啊 跟它的一个比例啊 咱们在这里就可以把 i里边 比如说这个iwant 它的概率等于什么 就等于我们刚才算好的 i后面词 接want 它的一个概率值吧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词啊 它出现的一个概率 都给它指定出来吧 就是后面接什么词 一旦我们把每个词 后面的概率 接什么词啊 这个概率 都给它指定完之后 那关于这个语言 这个模型 它的整体的一个语言模型 它的一个出现的概率值 是不是啊 我们就也是 可以给它指定出来了 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 而我们该怎么样 把这样一个语料库 它当中每一个词 给它计算出来 在这里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 咱们假设说 一个你的语料库啊 它的规模 是非常大的情况下 假设说啊 你的一个语料库的 规模是等于n的 那如果说 你这个语料库啊 有一千个词 但是呢 一千个词 假设说 你对于这个n值 咱们说 它要去看 前几个词跟它相关 那前两个词 是不是咱们要统计的词 有多少个 一千的平方吧 那你假设说 你要统计前三个词呢 那这就是一个三次方啊 所以说啊 对于一个字典 如果说 字典就相当于是 咱们的语料库了 当中有多少个词 如果说啊 它的一个词的个数 总共是大n的 那它的一个 模型的参数 参数的量级是什么 首先啊 我们来想一想 这是一个n 总共有多少种组合啊 n的n次方吧 小n 表示着 你的一个 看前几个词 大n呢 表示语料的个数 所以说啊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有这样一个东西 咱们模型的参数数量 是跟你语料库 以及呢 你指定的 这个n比2模型 当中的小n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通常情况下 咱们就让这个n 等于2 n等于3啊 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 当你这个n值啊 太大的情况下啊 这个值就很难去计算了 嗯 虽然说啊 现在咱们的一个计算机能量啊 已经能够达到计算n等于10的一个条件了 但是呢 在咱们11件文当中啊 我们也不用去见10个 因为虽然见10个 它表达的一个语言的含义啊 可能更精确一些 但是呢 它的一个计算复杂度啊 太大了 通常情况下 咱们让这个n呢 等于2 等于3 甚至等于4啊 这些都是一个啊 比较可取的一个条件了 比较可取的一个